请贵宾节目 发现这个方式的帮助很大 台湾虽然是在 当时还是一个府 还是一个宾被盗 还不是一个省 所以很多的资料 还是在福建那边 博物馆一般典藏的是文物 宗博物馆馆长陈国宁决定 要收藏无形文化资产的原因是 方式除了可以让人知道 地方的历史 更能让人了解文物的由来 只是台湾在清朝同志皇帝 之前的资料并不多 他们管征了世界的这些资料 那是可以从明代红字 一直到这个同志 可以说刚好跟我们的这段历史 就可以衔接上 所以这批资料是非常难得 也是我们所缺少的 万详图书馆总共送给 宗博馆三千七百五十四册的地方志 翻开来可以看到当时记载了 包括台湾的城镇乡村 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地方志 除了在宗博馆看得到 未来也将数位化 让所有民众透过云端 来探索和研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